游泳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 需要经过大量的练习和指导 游泳不仅仅是一项运动 更是一种生存技能 在伊宝华林市万里万工业区 有家培训儿童及成人游泳技能的学院 室内拥有一座25米长的恒温泳池 以SSI美国教学系统 为学员提供游泳课程 在学习游泳的过程中 教练的作用至关重要 每一个游泳教练 都需获取最少三张执照 包括了国际游泳老师执照 国际救生员执照 以及EF2急救培训执照 我们公司大约经历了两年 同时拥有无尽能症的游泳学 如何成为一位学校的教练 你必须拥有马来西亚Light Series Bones的文凭 还有Trainings 至少480个小时 以及威士总的游泳 我们公司的中指 是尽可能让更多人的学习游泳 这项重要的生活训练 作为一名游泳教练 还需要具备急救和安全知识 确保在训练过程中能够 及时应对突发情况 所以除了学习游泳 课程中也会教导学员如何在水中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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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往注射的路程中 应该会觉得自己对了 有相同学习惯的朋友 结果两个楼一起飞 也很大水车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